同步来聚焦了 来看的是Mini Cooper 因为这个复古造型 跟浓浓的英伦风 很多民众很喜欢 不过其实Mini的电动车 在2023年底将不在英国制造 从原本的牛津厂 转为北京来制造 而其实告诉大家 不止Mini电动车产线将转往大陆 德国汽车 Volkswagen旗下的软体公司 也将表示跟北京来合作 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 美国目前的一系列 对北京的一个围堵 似乎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大脱口 Mini Cooper被视为英国汽车代表 但英国牛津工厂 却要在2023年停止生产 Mini电动车型 并将产线转移到大陆 不在英国制造 Mini Cooper被宝马收购后 就一直不断转型 之前就宣布 2023年要将Mini 转型为电动车品牌 因此未来 纯电动Mini 只会在大陆生产 牛津厂则专注 汽油动力的Mini车型 除了Mini Cooper电动车 产线转往大陆 德国汽车 Bosewegen旗下的软体公司 Carriate也宣布 要和大陆合资研发 自驾技术 甚至还跨北京 在智能驾驶方面的发展速度 已经超出预期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和北京相提并论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我们将和有关方面一起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吸引外资的政策力度 在20大的第一场记者会中 大陆发改委表示 在经济改革上 将加大吸引外资 德国总理肖茨 也计划在11月 出访大陆讨论商业利益 肖子还在活动中表示 德国反对和大陆脱钩 现在看来 美国想要围堵大陆企业 不仅没有起效果 甚至还出现明显破口 记者综合报道 中共二十大 今天进入第三天的议场 各大霸道团 也将继续来审查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的报告 而其中接受外界关注的 依旧是人事高层的异动 根据《联合报》分析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前四名 名单并不会更动 只有后三人才会有移动 而依照外界认为的 七上八下人事的惯例 72岁呢 其实来看 还有68岁的韩正 还有67岁的王沪宁 可能会离任 并由现年60岁的丁薛祥 62岁的陈敏尔 还有59岁的胡春化来升任 不过新一阶的政治局常委名单 仍然要等到23号 才能够正式来揭晓 同步来关心这群 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 在10月16号中共召开20大之计 在大陆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外头来抗议 而且疑似跟领事馆的人员 发生了冲突 来看一下当时现场画面 跟大陆外交部目前的最新回应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 中国驻英使领馆一贯遵守住在国法律 我们也希望英方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 为中国驻英使领馆正常履职提供便利 英国当地警方表示说 抗议事件发生之时 现场严谨立刻来化解情况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而大陆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表示这是一群港独分子 在未经批准在领事馆外头来聚集 而且悬贯了侮辱国家元首画像 形容任何国家的外交领事机构 都不能够容忍跟接受 也坚决反对 而英国首相发言人 目前对于整起事件则是表达了忧虑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物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